这就是 离得很近 离得很近 累一个字 非常累 这是这一直以来的这个状态 我指的是 《沿袭攻略》在上映之后 对对对对 就好像昨天从北京而来 然后今天一早就工作 然后就这个活动 然后就晚回 然后就马上就飞回香港 因为明天又拍广告 所以一直都挤在一起 我今天四个工作 这是第二个 我觉得受不了 后面还得去配音 我应该最近 刚回北京 刚飞回来 之前飞了半个多月 一直在飞 然后就也是有出国的 有国内的 然后有香港的 然后就到处就这样 妈妈好高兴你们都来了 那等我长大了 头发会不会变得 妈妈又穿腰花 应该会吧 因为我小时候就是你这样 听您的声音 稍微年轻了一点 还要再成熟一点 对可以再成熟一点 嗯 好 妈妈好高兴你们都来了 新家怎么样啊 整理好了吗 诶 我们家是鬼屋 这就可以稍微夸张一点 就是 我们家是鬼屋啊 我们家是鬼屋 可以加一个语气 我们家是鬼屋啊 就像逗小孩那种感觉 我们家是鬼屋啊 这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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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状态里面 你有没有办法说不 基本上 也不可以说不 因为他们太有诚意 拒绝不了 其实他们也是为我好 也是想了解我多一点 多一些访问什么的 我也理解 还有时候作为艺人 就目前的工作的人员 内心深处有一种想法 也是会觉得 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机会 那我拥有的时候 我应该还是尽可能的 给到我的百分之百 如果错过的话 也许会留下一些什么遗憾 是的 有机会来的时候 当然要好好把握 不然的话 我那么努力拍戏干嘛 有人心想自己的戏 有人喜欢自己 我觉得是一件成功的